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風暴消息 8號東北列風或暴風訊號是現證生效的 現在我們一齊看看現時外面的情況 據報現在市面大致平靜 沒甚麼車行的了 但有一些招牌搖搖玉墜 也有一些商場裝飾品搖搖玉墜 要出動消防員安全地拆除它 另外有多宗的嵐樹報告 樹是大風到吹到搖搖玉墜的 還有在我們廠的樓下大堂剛剛是當風位開門也有點困難 另外現在下起大雨來了 狂風罩雨之下 街上很少人走 但橫風橫雨大家都要小心點 如果還在街上的朋友 我們看看這個台風 之前是熱帶風暴 現在增強了為台風 現在巨鳥的位置在哪 現在根據天文台的報告就說 是催近東北風 平均風速每小時超過62公里 在下午11點 颱風巨著 集結在香港西南偏南約150公里 即是在北緯21度 東京113.8度附近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約18公里 移向廣東西部海岸 現在香港部分地區在吹著裂風 低蛙地區可能會因為巨著帶來的風暴潮出現水浸 各位市民及居民要及早作出預防措施減少損失 過去一個小時 西貢長洲及赤立國 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達到69至78公里每小時 而最高陣風更加達92至123公里每小時 五天文台提醒大家作出以下的防風措施 包括將窗門鎖緊 若有可能在門窗的背後加上橫山 將膠紙調貼在當風的大玻璃窗上面 萬一玻璃破裂是可以減少損失的 亦同時要清除去水渠的落葉和垃圾避免水浸下 另外請將汽車停放在最安全的地方 以及切物在屋內當封窗戶附近站 將傢俬及貴重物件搬來當封窗戶 並請預早選定屋內一個完全安全的地方 以防玻璃爆裂時可以躲避 另外海面有非常大浪水流喘急 而且方向不定 天文台建議市民遠離岸邊 以及停止所有追風及水上的活動 另外光管招牌的墨主要留意 現在應該作出安排切斷光管招牌的電源 另外大部份的小輪和渡輪已經取消及停航 港鐵指現在服務維持正常直到收車 丁九橋晚上9點開始封閉 清馬區實施臨時措施 容易被風吹倒的車輛要改行青魚鋼線下層 而容易被風吹倒的車輛要禁用馬灣路出入 運載第一、第二、第五類危險貨品的車輛禁止使用青魚鋼線 各位車主留意了 另外九巴東鐵接駁線K17、K18晚上10點維持有限度服務 而其餘路線包括通宵巴士是暫停的 龍運巴士S1和S1和S64將會作限度服務直到尾班車 其餘路線包括通宵巴士是暫停服務的 新大魚山巴士B2、B2P38號維持有限度服務 其他路線是暫停的 城巴除了S1線有限度服務之外 其餘城巴和新巴所有通宵線都是暫停服務的了 另外機管局提提大家 現時機場的運作是維持正常 但晚上部分航班可能有延誤 大家出門之前要致電航空公司 或者上機管局的網站 了解最新的航班情況 按照現在巨著的移動路徑來看 明天下午和今晚 今晚或明天下午是最接近香港的 並且在明天的中午時份 是在內陸的台山那邊登陸的 這個風相信還會打一段時間 也相信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 也會維持一段時間 大家要做好妥善的防風措施 以及避免出外 以免以察安全 也在這裏多謝大家收看這一節的風暴消息 如果想知道最新的風暴消息 可以上到天文台的網頁 又或者留意電台或者電視台的最新風暴消息 再會